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6点10分 我所处的位置是新疆乌鲁木齐低窝铺隔离机场 那么在我身后呢 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的往运达林艺术机上装载救援物资 尽管现在下来大雨呢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工作进度 而另外一家运达林呢 已于昨夜完成装载整装再发 那么这次我们运输的救援物资包括帐篷 折叠床棉被抽风衣等 在去群众急需的生活用品总重近50吨 早上8点30分 两架运达林运输机依次从跑道滑出飞往阿富汗 由于航程长再重大气象条件复杂 加上对当地信息情况掌握较少 机组提前进行了充分的应急处徒准备 通过我们两架运达林飞机 空中向阿富汗继续运送我们的救援物资 另外我们地面也有通过中欧班列 让我们运送物资前往我们的镇中灾区 此次任务是越尔林运输机 即去年6月以来第二次向阿富汗运送地震灾后救援物资 与上一次飞抵喀布尔机场运送物资相比 这次飞机装载物资量更大 平靠机场距离镇中更近 这对有过任务经验的机组成员来说仍是新的挑战 我们对阿富汗人民遭受的地震灾难感同身受 在这关键的时刻能够再次前往阿富汗 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我感到使命在尖 希望他们能早日度过难关 经过近四个小时3000公里的飞行 两架运尔林运输机于今天中午12时40分 抵达阿富汗赫拉特国际机场 驻阿使馆工作人员阿方红心乐会阿方政府人员 在机场迎接并表示感谢